欢迎回来华视最过季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 俄罗斯最近动作很大 它手上的这个能源 不管是石油和天然气 都是对全世界来讲的 供给非常重要的国家 但它现在挑了两个国家 要停止对他们输出天然气 一个是波兰 一个是保加利亚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挑了 波兰跟保加利亚 现在先对他们来停止输出天然气 这是要对其他欧洲国家 但是对俄罗斯本身 其实也是一种欺商权 当然也是会有伤害 那我们要进步的来跟您探讨 另外下一个被俄罗斯反制裁的国家 又有可能是德国吗 我们知道德国非常非常依赖 俄罗斯的天然气 这些都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 因为这会影响到欧洲的整体经济 当然俄罗斯自己也会受到 很大的冲击 在节目现场我们为您邀请的是 中心大学国际政事所杨三一教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为我们做解析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现在大家来看一下 这张很有意思的这个图 就是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到 就是颜色比较深的 这个绿色比较深的 就是对于俄罗斯天然气 特别依赖国家 我们这边有看到 德国 匈牙利 波兰 保加利亚等等 相对的黄色的就是 法国 西班牙 这个对于俄罗斯天然气依赖 相对就没有那么重 好了 我们看到他这次就拿 先拿了波兰跟保加利亚来开刀 那波兰会使大家比较熟 我们先请老师来跟我们讲 我们再来看保加利亚 为什么他这次先挑了波兰 因为波兰其实也非常依赖 俄罗斯天然气 然后就挑了波兰这个国家来示警 他的最大的用意跟考量是什么 因为这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来谈制裁要有效 就要让能够让被制裁的对象 感觉到痛 基本上有哪些这个对手 对象是比较容易被选取的 第一个是波兰 因为波兰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在这一段时间 俄务战争的时间 波兰大概是在所有中东欧国家 甚至包含北约 美国以外的国家当中 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 不管在军制上还是收容难民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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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家大理上 他展现了几乎百 身份之百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态势 所以对俄国来讲 这是一个最反俄的国家 那么我要制裁你 这个对俄国国家利益来讲 是最符合的 第二个是这个国家 如果他非常依赖俄国的这个天然气的供应 那么我的天然气供应 如果停止供应 对你的国内的影响 会有很大很大的冲击 那波兰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颜色虽然不如德国深 但也算是属于绿色 虽然是依赖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是 是 是 所以从克林姆林宫 从普丁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属于是非常反俄的国家 所以这个杀鸡井猴的味道 就是很很重这样子 是 好 这是刚刚讲到波兰的部分 另外他第一波制裁的名单 还有一个重要的国家是保加利亚 我们可以看到保加利亚的位置 他是在希腊的上方 那他很重要的是 他是欧盟的成员国 也是北约当时东扩的一个重要成员国 那么他大概有691万的人口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地图 这是颜色比较 深绿色的部分就是比较依赖 这个俄罗斯天然气的 所以接下来想请教杨三英老师 为什么俄罗斯在这一波又挑了保加利亚 他俄国这一次把保加利亚放在制裁名单里面 他有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把天然气的供应转化成为保加利亚 现在国内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来进行辩论 如果这个对俄的政策能够提到最重要的政治辩论场合 并且可以颠覆掉现在的联合内阁的形式 那么亲俄的政党就有可能在下一次的这个国会大选当中胜出 我认为这个是希望从制裁转变成为国内 改变国内政治现状的一种工具 一种方式 就是普丁俄罗斯的算盘 就是达到说希望借此分裂保加利亚 目前的联合内阁 让亲俄的政党在下次的选举里面可以获胜 好 那这是保加利亚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俄罗斯制裁人家 那么他停止天然气往外面输送 自己也是像这个欺商权一样 也是商人自商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是天然气 俄罗斯天然气的大买家 第一个国家就是德国 非常的依赖这个俄罗斯天然气 那么第二名是意大利 第三是白俄罗斯 那这个前三名在这个欧洲之外 我们看到其实波兰也是相当依赖俄罗斯天然气 另外中国也是 那我们先来看天然气的部分 所以接下来想请教杨老师的就是说 那对于俄罗斯来讲 就是这真的是吸商权 商人自商 对他的冲击怎么看 现在唯一俄国最重要的收入就是能源收入 而且我们都知道就是俄国的能源收入 俄国中央联邦政府的预算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左右 是依赖能源的收入 几乎是一半 是是是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俄国他现在会形成一种现象 我一方面 我依赖这个能源的收入 另外一方面 我如果又扩大制裁 我停止供气 除非我所有的供气或供油 能够在其他的市场上找到其他的买家 我可以完美的把这个损益两瓶 把它弥合起来 不然对俄国的收入是非常非常有重大影响 那大家现在也在问说 他现在先是来制裁波兰跟保加利亚 那像德国的媒体也都非常紧张 都在问说下一个会不会是我们德国自己 我们刚才这边也看得到 德国是俄罗斯天然气第一大买家 这俄罗斯您觉得他的下一步 会针对德国的话 或是其他这个欧洲国家 那真的是影响层面会非常非常大 有可能走到这一步吗 德国我们都知道 德国是俄国天然气最大的买家 再加上德国一年从俄 一年的他所需要的天然气 是九百亿立方公尺 这么庞大的一个买家 如果俄国决定要停止供应德国 这当然会对德国产生力极的 非常恐怖的影响 但我说无论是在战略上 德俄之间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友善的 而且在经济上有相互互补的一个国家 第二这个对俄国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第三即便他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这有可能将使得俄国在欧洲地区当中 最亲俄的国家从此跟他奋道扬镳 是 这一点我不认为现在俄国会采取这种 一刀两断 radical的做法 是是是 好那刚刚讲的是天然气的部分 那这个俄国当然也是石油的输出大国 我们看到他的大买家 第一名这个俄罗斯的石油 这个卖到中国去 这个中国是第一大买家 第二名是荷兰 第三名是德国 第四名是南韩我们的邻国 然后呢第五名是波兰 那老师您觉得 他现在是先在这个天然气上面这边 来使出一些手段 有可能会扩大到说 当然了他自己也是要卖石油要赚钱 现在石油像老师讲 价钱那么高 他也很捞了一笔 有可能也把这个脑筋 动到石油身上吗 天然气因为他的运送不易 因为他体系很大 所以天然气的供应 整个过程 他是属于一个相对高耗能 高技术高成本的产业 所以我要使用天然气去制裁的话 这个对被接收 就是这些购买的买家 他的影响会比较大 但石油 石油在国际市场上 因为石油的运输 不管是用陆路的运输 或是用船运输 他不需要加压 他直接用每桶每桶 每个这个石油的除槽 放在这里面 直接可以运送了 所以他的成本相对低廉 而且国际市场上的买 现货很多 所以要去买其他的国家的石油 也比较方便 所以如果俄国真正要使用制裁的话 他的首选绝对是天然气 天然气的杀伤力 对他想要制裁的国家又更大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很有趣的 天然气跟石油的管线图 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比较绿色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现有的一些 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 经过俄罗斯 波兰 德国等等 那另外我们看到 当然就是现在呢 就是常在讨论的 这个经过北海的这个 北溪一号跟北溪二号 北溪一号是已经盖好 北溪二号呢 现在就是还没有正式开始运作 那另外当然了 俄罗斯也有这个野望 希望未来还有这个南溪管道 但现在都还是虚线 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拍板 那么老师刚刚提到说 其实比方说在北海的 这个波罗的海这几个国家 其实像是拉脱维亚 他过去曾经是百分之百的 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但现在他很有GAS 跟另外那两个波罗的海的国家说 我现在呢 也不用你俄罗斯的天然气了 哇这三个国家动作很大 他们有办法应应他们未来 这样子的一个能源需求吗 是是是 主持人问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 我认为在所有我们观察能源的制裁 或反制裁 或者是多元能源进口当中 您现在问到问题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 波罗的海这些国家 第一个宣布要停止 俄国天然气进口的是立陶宛 接下来拉脱维亚 大概通通都加入这个过程 但为什么他们能够 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二零一四年的俄国 俄乌乌乌乌战士 在克里米亚地区 在那个时候发生那个乌冬危机的时候 这些国家就想到将来 如果发生在这个地方的危机 有没有可能也发生在我这个国家 当时他们就有很深的危机意识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我这么高度依赖俄国的能源 我要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 其中一个很重要做法 认为是这样子 就是立陶宛这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 他们开始在他们的波罗的海沿岸 设立一个那个浮动的天然气接收站 浮动的天然气接收站 他就不是我们今天在图上看到这个管线的方式 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天然气的管线 如果他走这个管线 那他只要加压 他就可以送到你家来 但是如果你要走海上的 我们就要先液化 就要先加压他 那他的温度是大概零下一百一百六十二度左右 那因为气体另外一个 为什么要加压 因为气体很大 你不断的把他加压之后 把他变成液化之后 他的体积就可以缩小到六百分之一 就本来那么大 他把他缩成那么小 这样子他就可以利用海上的邮轮 把他用运送的方式 运送到家门口来 所以他们分散风险 现在他们接下来跟谁来买天然气呢 是 最主要他们现在的天然气分散的 这个国家大理是挪威 然后另外是中东卡达这些国家 还有呢 东南亚的印尼 那当然最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人也加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去了 这美国人他现在的石油跟天然气也开始向外向其他输送了 所以这一点 立陶宛这些波罗的海这些国家 能够在这个时候主动的表示我不需要俄国的印尼 我认为是他是多年以前留下来的经验 早就有先见之明 而且让他们去逐步的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兴大学国际政治所的杨三义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为我们做精辟的分析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已经对波兰跟保加利亚来就是停止呢 输出天然气 那现在大家都在问说下一个国家呢可能会是谁 那我们也看到刚刚老师提到的重点 就是这个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 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分散风险的方案 我想这是给我们台湾也一个很好的借进 就是如何的来分散一些这个危机跟风险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俄罗斯拿着天然气拿着石油 当能源武器的时候呢也是在商人自商 未来会怎么样的扩散效应又是如何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为您做观察 非常谢谢杨教授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嗨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